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来说抽一个私占的小伙伴我也没有一直没有抽 但是这个我都会抽的 我决定抽三个 一个太少了吧 然后我后面会慢慢的去实行 然后七月份呢我又比较忙 然后也要提醒大家注意身体健康了 那我现在真的是比之前重视健康多了 还开始健身了 那今天呢我们这个视频 其实我是大家有看到是八月份的能量的一个指引 然后那林佳其实这段时间也有想 我觉得塔罗牌可能限制还是比较多 那以后除了塔罗加通灵的这种方式呢 我可能会更多的去选择通灵这样一个方式了 大家今天也是通灵去请求高龄指引的这样一个结果 然后大家可以选自己的 然后也可以在心里默念某个人的名字 就是我们去帮他也选一组牌这样子 然后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是用这个爱的序语卡来当做那个选组的依据 好然后 然后我打算 今天先帮大家疗愈一下 我准备开一个新的疗愈蜡烛给大家 Mandarin tea 好像是我之前有个小朋友送给过我的这样一个 一个味道 你们这个味道很熟悉吗 哇新的 开心 然后这个也是疗愈蜡烛 先点这个小的 哎 好可怕 放在这里 让我们先 先先先先给大家 疗愈一下 让我的林柏大人好久不见了 那么 我们先先给大家 那么我们的小伙伴还是依然需要补充能量的比较多 好,谢谢 放在这里吧 这个 他怎么点不然呢 好 这个用这个盖上吧 好漂亮是不是 好,那么我们现在先来那个这个水晶球就摆开吧 摆在这里 把这个摆在这里吧,让他有一点光影 嗯 嗯 哎呀 手真的是太小了吗 还这个牌太滑了 今天呢,那我们就是分成三组啊 也不用担心会选错 因为万事万物嘛,都是靠能量来连接的 那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换成另一组啊 我靠真爱这张牌 那要不要,要不要就用这张牌算了 就用这张牌吧 第二组 第二组 都好漂亮,我觉得爱的叙鱼卡真的是好漂亮 嗯 好,就这张了 哇哦 看一下 好,然后大家可以开始选择把这个牌拿走 嗯 这样子看得清楚一点吧 大家可以开始选择了 因为这边的光是那个 台灯的光嘛 我觉得可能是 确实是这边要暗一点 这边要亮一点 这是一二三 但我觉得的能量还是没差的 大家还是可以按照 选择自己喜欢的那个 画面,这是第一组 这是第二组 这是第二组 第三组 好的,我们现在先来看第一组的小伙伴 嗯 我看到你们,我看到就是一个小天使的背影 我觉得这个小天使就是你们第一组的小伙伴 你们穿着白色的袍子 然后背后有翅膀 画面呢非常的温暖很温馨 是傍晚的天空的颜色 然后你们就在一座小山丘 小山丘上面 小山丘上面的草地上站着 嗯,眺望着远方 然后你的旁边有一些高楼 就整个画面是那种 傍晚 然后紫 粉紫色的那种 嗯,就现在很多 很多那种神仙滤镜啊 那种颜色非常放松 就这个地方给人一种很放松很悠闲的感觉 整个画面就给这样一种感觉 然后你们在八月份的能量呢 就是和放松悠闲相关 就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的去运用这种能量 恢复你们心灵的健康 就可能有的小伙伴 现在还是有一些焦虑嘛 毕竟现代人 我们谁都很焦虑 那无缘无故的焦虑 也是经常会发生的 工作啊,生活啊,学习啊,特别是感情 但是在八月份 你们能够获得心灵的 休憩和呼吸的机会变多了 而且很多事情呢 你们也会学着从更好的 更充满了爱和理解和包容的角度去看待 这些都给你们的心灵增加了很多能量 那第一组的小伙伴 我想提醒一下你们的是 在这个状态的你啊,会很吸引人 也许会有人想要接近你 但是呢,你们现在比较适合一个人待着 哪怕是交了新的朋友 也不要很黏在一起 就多给自己空间,多和自己相处 然后甚至,你们可以在深化现在有的爱好 就是已经有的爱好,或者是挖掘新的爱好 这些都是很好的,对你们很有益处的 就会,它会增加你的一个自信心 然后让你越来越爱自己,越来越认可自己 对,就是你们这个月就是非常适合的一个机会去了解自己 不是说我们那种十二宫的能量沉下来去深入内心 不是那样,是一种积极向上的 给自己重新,就是给自己重新上一个台阶 或者是重新,我想一下怎么说 就是,反正是在很悠闲的情况下 让自己 稳步自信这样一个 一个方式,这样一个能量吧 你们是,就是能够得到宇宙给予最多最多的灵窝 非常的祝福第一组的小伙伴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你们 你们八月份浪漫天使给你们的指引啊 我真的觉得我是抽牌苦手 我每次抽到这一张牌呢 我就,我就,我就得通灵去问一下 再抽一张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什么显示这个 那让我先去通灵问一下这张牌 到底它为什么会出来 嗯,它的,它的出现呢,是说在八月份 就是让你们,你们第一组的小伙伴 真的就是那种小天使,你知道吗 就是小天,小天使一样的 然后,嗯,很单纯 然后,就是别人可能跟你说了什么吧 你可能就很相信,就是,让你们注意到不要被带偏了 特别是在投资理财方面的 嗯,其实,其实我,我的占卜里面 关于,嗯,金钱啊,这些,其实比较少 但是我刚刚接收到的讯息就是和投资理财相关的 就是,可能有的人他会来,麻痹你,或者欺骗你,忽悠你 就有的事情吧,可能他自己都觉得不靠谱 他还要拉你一起去做 这样的话,就是你们,你们反正得好好斟酌一下 这个月比较悠闲,比较放松,金钱的事情就尽量少去过问啊 然后,嗯,虽然说这个是浪漫天使卡 但是我通灵道的结果是和那个金钱方面相关的 还有一些投资,然后,还有,嗯,就是你们不要去 不要去那种,就是,人云亦云 就,别人说的话,自己先三思而后行 对,就这个样子,嗯,对 就有的时候你心里会有直觉的 就你可能觉得有的事情该不该听啊 有的事情该不该信 然后,然后这张牌的出现呢 就,你看,这张牌是结婚嘛,是婚礼 嗯,那也许你们有的人在这个月会结婚 嗯,然后,然后有可能,有可能啊,就是说这个月有可能会遇到你们要结婚的那个人 嗯,反正就是和这个婚礼相关的东西它会变得多起来 嗯,我觉得是很好的事情啊 大家都想要甜甜的恋爱嘛 好,那我们第一组小伙伴的能量指引就到此结束 那如果喜欢林佳的话,大家可以给我三连一下 或者是点个收藏关注 谢谢大家 拜拜,下期再见 哈喽,第二组的小伙伴们,你们好 那,关于你们第二组小伙伴8月份能量的一个指引呢 我觉得非常的神奇,你知道吗 就是,其实通灵我是先去,先去看 然后,然后把它就是大概的东西把它记录下来 然后我再进行今天这样一个抽牌的 就是抽牌,纯粹是为了让大家去选择你们的那个组别 那但是,但是今天我都忘记我之前都是通灵给你们看到的那个画面还有解析了 然后结果今天抽牌就抽到了这一个 我当时就觉得很适合你们嘛 就把它留下,就觉得这一组是第二组的能量 因为我刚刚一看我的文档,我发现真的就是和恋爱相关的 就是,我看到关于你们第二组的那个画面呢 是你们坐在一只大鸟背上,朝着天空飞去 然后天空是紫色的,其实第一组也是有粉子粉子的那种 那种背景和梦幻 但是你们这个就是更加的神秘,神秘的紫色 你们给我的感觉是,嗯,比较有目标和执行力的一种状态 你们在8月份,那可能你们中的很多人 已经有一个很确定要去做的事情了 而这个事情你们是很正向的,用很正向的能量 再去引导去做,也没有很多恐惧和害怕 就可能就像是,嗯,之前有个宝宝跟我说 当他下定决心要考研,其实那个时候很多人说 你肯定考不上,但是他当时突然有一天他就觉得 如果这个时候菩萨跟我说我考不上,那他就不是真的菩萨 我肯定考得上,结果他真的考上了 就是,嗯,就是你们已经没有这种很多恐惧和害怕了 就是已经在之前过了这个阶段 就是已经有些放掉执着的那种非常全然的投入其中 那这件事情呢,不仅仅是工作学习相关的 还有可能是生活中的一些事情 那这个,你,这件事情你们用这种状态去,非常容易成功 然后我还看到你们蹲在河边玩泥巴嘛 所以这个月你们还有机会去回忆童年 找回童年的那种纯真 找回那个纯真的自己,就有可能 有的人他会回到童年住的地方去玩呀,回老家呀 然后,嗯,就真的还有一部分人是真的有机会去河边玩泥巴的 真是羡慕你们呀,真的羡慕你们 那,这真的是一件非常值得恭喜的事情 就是能够回忆童年,回归童年那种纯真 那大家,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们现在很多人他 其实,现在我觉得社会的焦虑已经低龄化了 很多小朋友他在十多岁的时候 他就已经能够感受到成年人的那种焦虑 然后,那大家都知道要去向内走 要去疗愈自己,去拥抱内在小孩 所以说,有什么比你的心能够真正的回归童真 更值得庆祝的呢,真的是没有 真的是没有,然后这一组的小伙伴呢 你们八月份就很可能会谈恋爱 你们八月份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量 它是在恋爱方面的 那如果是学生的话,你们和同班同学谈恋爱的几率是 会更大的,而且很甜 这一段恋爱会给你带来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很棒的暑假 希望你们好好享受 嗯,然后尽量的一起去多活动活动 参加一些有意义的活动这样 你看,都提醒你们了,你们 嗯,真爱嘛,是吧 你们会遇到真爱的,整个第二组的小伙伴 在八月份遇到真爱的几率都非常非常的高 那所以说,希望,嗯,而且就是,不是说你们能够找回童年吗 所以说,我觉得你们之间的相处也很有可能很像那种两小无猜 嗯,非常的敞开自己 而且就是,双方都能够去拥抱对方心中那个小孩的这样一种状态 真的很好,真的非常好 那,嗯,但是呢,但是哈,就是对你们个人而言 我总体觉得你们第二组的小伙伴,嗯,很多人目前的心思 他其实放在事业或者个人发展比较多 嗯,个人发展吧,就是事业,呃,出生社会的他个人发展一般都是和他的事业相关 但是,可能你们有其中一些人会去报一些班呀,或者提升自己这样是非常有可能的 那这个月也是很适合你们去做个人的发展这样 而且你们会有贵人的提携 你们自身也是一个很谦逊的状态 一切就是,嗯,稳中求胜这样一种能量,对对对 然后,那我们 来抽一下浪漫天使卡 我们看一下那个第二组小伙伴浪漫天使有什么要跟你们说 关于爱情方面的一些建议 有,前世关系,前世的关系 有,前世关系,前世的关系 就很有可能是灵魂伴侣啊 以前是关系,宗教因素,这个都是和灵性轮回相关的 而且可能,有可能是有同样信仰的人 还有就是你们的什么人生观价值观之类的很和谐 然后,前世关系呢,就是很,就是,就是相当于是很直观的嘛 就你们之间在前世,肯定是有因缘的 然后,这一世来相遇 哇塞,好幸福呀,第二组的小伙伴 那我希望就是,这种能量 如果说有的小朋友,现在陷入分手的一个僵局或者是恐惧 我也希望这一股能量能够帮到你们 也希望别的,拥有甜甜的恋爱的小伙伴 能够把你们的能量多分给一些 在爱情上受磨难的小伙伴 嗯,嗯,好,那祝福你们 在八月份能够好好的,能够好好的前进上升 那,谢谢大家来观看 如果喜欢林佳的话,希望大家能够帮我点个三连或者是关注收藏 谢谢,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 哈喽,第三组的小伙伴们,大家下午好 那其实我跟大家选到的是同一组,我是选的第三组 虽然说我之前通灵是先通灵,然后今天就是现选拍 但是没关系,我在通灵的时候,我是有123这样写下来 然后我自己选的是第三组 那第三组的画面也是我没有料到的 你们的画面呢,我先说一下你们这个月的能量还是和工作 视野比较相关啊 所以说,像我这种恋爱脑呢,我就是没有想到是这样一种 自己在八月份,或是这样一种情况 就,我是,你们的画面呢,就是通灵的时候 冥想的时候,我看到那个画面是从一个窗户往外看 然后你们在雪山上,这个雪山上非常认真的 在布置勘察工具,就像是科考队那样 那你们这个月呢,肯定就是比较,就是你们的那种状态啊 是比较全情投入于工作的 那这个和第二组的能量是有点像 但是第二组更多的,就是说他们内心想做的事情 不局限于工作,那可能是生活,可能是自己的一些发展 然后,但是你们这个就完全是和工作呀,事业相关了 有可能不只是工作,有可能是你们自己的事业 就因为大家很多人现在自己创业嘛 不是说就是副业,其实才是自己的事业嘛 那现在很多人,他就你们这一组 很多人就是比较心无旁骛 想的杂事也很少,赚钱呢,就正在好好的赚钱 搞设计的,就好好的搞设计 自己做规划,就好好做规划 所以,这个月能量是比较集中的在那个事业这一块 那八月份呢,但是我没有看到什么很结果性质的东西 第一组和第二组,他们都有一种能量 就是,比如说第一组第二组,他们都是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然后这种状态的结尾,我可以看到是什么样的 就,反正结果都是很好的 然后,那第三组小伙伴,我没有看到什么结果性的 所以说整个八月份就是,就是在那种状态里面 所以说,但是我觉得啊,就是 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结果呢,它是显而易见的 你知道吗,就,比如说你用这种状态 你非常全情的去投入,做一件事情 这个事情,其实当你就是这种状态投入进去的时候 你已经不在乎那个结果是什么了 就是在这种时候,那个结果一般就会很好 就它会大大的超出你的预期 因为你对它根本就没有预期 那如果说,当那个结果出现的时候 可能你就会发现 哇塞,我在最初料想的 可能这个比我最初料想的 好了十倍百倍 就非常正常这种情况 然后,嗯 你在八月份呢 因为你基本上都是正在工作中的一个状态 但是有点非常非常好的是 你很,很能找到 很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种能量 去释放了点 就你很享受这种平静工作的感觉 可能你的工作很忙 但是你在这个忙里面 你是能够很悠闲,悠然自得的 很,非常游刃有余的去处理这种忙 就是,可能在别人看来 这些事情很忙 但是你能够有条不紊 就是紧紧有条的,一个一个的去安排好 然后你也会做得很好 你很乐在其中 你们真的能量非常的高啊 然后,嗯,有的人呢 他可能会怨天尤人啊 但是你不会 就是对于那种很忙的小伙伴来说 那,嗯,在这一组里面呢 有一些小伙伴 可能你一直以来 对你们现在手上的工作不是特别有热情 但是就在这个月 你们就仿佛和他会建立某种连接 好像手上的事情是一个人 然后你们能产生共鸣了 就你知道吧 就是有的时候人和人呢 他之间会有那种共情 就你突然一下子你就能理解他了 那,你也不会怪他 也不会讨厌他 你反而能够,能够去支持到他 然后,然后这样子 然后对方也能够反过来的去自养你 我觉得我在我之前的工作单位 有个姐姐就是这样 之前和他一直不是很熟嘛 但是,就是有一次一起吃饭 他,其实他说话有一点怼人了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当时就很能够请到他 然后他怼我,我就接住了 然后我们就一起吃了两次饭 那个姐姐后来对我特别好 到现在跟我关系也都很好 我觉得就是,嗯,事情也是一样的 就是一件事情也是一样的 你仿佛和他建立了连接 然后,你们之间就是相处起来 就会非常的舒服 然后你这件事情也会推进的很顺利 你要做一个什么工作 就像是,就像是学英语 突然之间你找到那个感觉了 以后你的英语就只会好 不会再坏了 你这个月就是这样一种能量状态 很好哦,我这个月也是哦 太好了 就你也会在这其中感觉到安全感和舒适感 嗯,然后呢,这一组的第三组的小伙伴呢 因为你们比较全情投入工作了 所以其他方面就比如说感情呢 会比较少 但是其实我觉得,但是反而会变好 就怎么说,怎么去解释 就比如说单身的人嘛 烂桃花变少了 那正桃花是不是就会来了 那有伴侣的人呢 就会和自己伴侣的关系变得很好 因为这一个月的能量是 就是,嗯,就是 point to point那种感觉 然后,那这个月还会给我一种 你们的生活中 除了工作 除了工作 刚刚我们不是说全情投入于工作吗 那除了工作的 某个其他的面向 有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 不知道是爱情,生活 然后还是健康呀 其他方面吧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看看是哪方面 然后记得八月完了 来给我反馈一下哦 然后,那个 这个牌呢 它是 因为我英语学的不是很好 我刚去看了一下解释 就是说爱能克服一切 爱能战胜一切 我觉得,嗯,也是比较有共鸣的 因为我之前就是在七月 七月上个星期吧 我去了上海迪士尼 然后,那个时候我遇到一个 旅拍的小姐姐们 她给我拍照 然后我们俩成为了朋友 那天下午我就不说我因为中暑 就在医务室待了一下午的感 一下午的感受了 但是非常开心 那天遇到一个值得交往的朋友 她也是,她的灵性也很高 然后她平时也会去打坐啊,冥想 嗯,然后 那天我就跟她说 之前我第一次在那个华特剧院 就是也是在上海的迪士尼 看了美女与野兽的那个舞台剧 当时我就有一种,就是我有悟到 我觉得,爱真的能,真爱真的能破除一切的诅咒 嗯,因为在以前我老是觉得这是一个口号啊 或者是童话故事里面写出来骗人的 我在那一刻,就是看到,嗯,看到贝尔和那个王子 就是把王子扶起来嘛 然后,我是真的 有在那一刻,就是突然之间就感悟到了 所以我觉得第三座小伙伴 今天高龄想要提醒你们的也是 爱能克服一切,爱能克服一切 不不仅仅真爱能够破除一切诅咒 不仅仅是爱人之间的,还有朋友,家人之间也是 然后,我给大家 用浪漫天使卡抽一下这个月 关于爱情方面,爱情浪漫方面的一个能量指引吧 诶,这么快,就出来了 我总觉得这一张想来 吸引力 再抽一张吧 第三组是不是单身比较多呀 值得等待 那综合这三张呢,我觉得 你们这个,就是你们不要着急 在爱情方面不要着急 嗯,会有很好的人出现的 对,不要着急 然后,如果说和现在喜欢的人有一些小小的问题 也不要着急,事情都会解决的 这个也跟我自己说 然后,吸引力,浪漫的感觉 我觉得这两张牌它是配套的 你要给自己营造浪漫的感觉 比如在自己在家里给自己选一点香氛啊什么的 然后,多多打扮一下自己 没有谈恋爱,也像谈恋爱一样打扮自己 没有谈恋爱,也像谈恋爱一样 开开心心的,想去玩什么呀,想去吃什么 你希望男朋友怎么对你,自己就怎么对自己 然后你会变得很有吸引力的 心有蒙虎,细臭强威 我觉得非常,怎么说呢 还有可能就是提醒你们用吸引力法则 但是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这张牌的意思就是说 你心里有浪漫的感觉 你就会吸引来浪漫的关系 这个是不可分割的 你是什么样的,你就会吸引什么样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好,要好好的对自己 我们好好的对自己 那我们就会吸引来好好对待我们的人 好吧,那第三组小伙伴 我们的那个八月能量指引就到此结束 那希望大家如果喜欢林佳的话 就帮我点一个收藏或者是三连 然后关注一下也可以 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拜拜